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Gentering 今次很想和大家一起做一些新的事 就是我之前買了一本書,是講菲林相機 於是我自己也開始了進入菲林相機的世界 我本身是甚麼都不懂的 由買相機去到真的開始出去拍照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新的經歷 我的第一銅菲林終於曬出來了 我都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般的菲林就是這樣一卷 可能現在這個年代都很少人用 那一卷菲林就有36張 當我拍照的時候我只拍到18張 因為在一開始卷菲林進去的時候 都有一些失誤 去到曬出來之後 老闆就跟我說只是曬到9張 那這9張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都很期待 那我們一起看一下 那就是這一張照片 其實我也不知道裡面有些甚麼 我揭一下先 OK 嗯 好 那我逐張說一下 第一張是這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的 那這個照片呢 其實呢 就是拍著一個樹的 我想是尖東拍的這個 那其實呢 其實呢 你也看到它是有些景深的效果 但是比我想像中呢 它曬出來的色調就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漂亮 可能是光線或者菲林的問題 第二張 嘩 這張呢 我記得呢 是在電車那裡拍的 是在銅鑼灣 那時候我去探望一個朋友的 那 我也沒有想過這張會拍到怎樣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很記得怎樣對焦 但是我就拍了 它是在電車裡面拍的 那 其實那天是晚上來的 所以都很暗的 好 下一張 嘩 我也想不到拍得也挺 挺暗的 雖然這個也是晚上拍的 咦 接著這張呢 就是在日後拍的了 但我沒想過日後拍也會這麼暗的 是不是曬上那個人的問題 但是Focus也是錯了的 嗯 這張呢就是在一個咖啡那裡拍的 是有些貓 其實我想拍一隻貓的 這張也是在咖啡那裡拍的 好暗的 好暗的 全部散出來都比我想像中 那些顏色呢 不是那麼漂亮 是不是我捲菲林選得不好呢 咦 這張呢就好一點的感覺 因為那天其實是超級曬的 但是它也是 因為它的質量很低 這一張也是在科學院拍的 那天也是超級曬的 其實我覺得拍得不錯 但是如果它的顏色可以調整 光亮一點就會好一點 咦 這張是打直的 在拍一個盤架 我覺得都挺好的 其實拍得都不錯 啊 那張照片就是這樣拍完了 但是我總括來說呢 我覺得是很興奮的 這件事 就是你已經可以用數碼相機啦 用手機啦 去做到很方便拍照的功能 但是呢 你捕捉那個鏡頭 那張照片呢 拍了就是拍了 無論那樣東西 那個效果 好還是不好呢 那你都會覺得呢 是特別珍惜的 因為呢 你記錄的每一個片段呢 你會想起你那一刻拍的東西 令這件事更加珍貴 和深刻 那一刻呢 在整個過程 因為放慢了 因為珍惜 所以呢 那樣東西就變得更加重要 和深刻 那所以 這一輯相呢 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那如果你對 菲林相機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你也有玩的話 可以跟我說 那如果你 是 對了 都想跟我一起分享一下 關於 不同的菲林相機的心得呢 那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follow我這個channel 跟我聊聊天 我也很想 收集多些不同界別的人士 可以彼此交流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